我这中台小犬她的发幅速度好像真的是特别快 昨天我们还在说她半径只有100公里而已 但是一系之间她现在已经来到了半径200公里 而且她接下来还会再胖 那么您看到她现在整体结构已经越来越扎实了 而且夹带了满满的水汽 您看到就外围环流很快 在明天的时候就会扫过来 迎封面尤其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 则会感受到她甩过来的这个雨带 明天就会开始有FU了 那么在礼拜三的时候 估计她的暴风圈就有可能出路 也就是说这个中台小犬真的是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她恐怕不是一般的小犬 她是会直扑台湾而来 而且是会要人的小犬呢 所以我们透过最新的浅势预测图来告诉您 她的详细状况 目前她是距离鹅兰比东南东方760公里的海面上 朝西北方向 那么现在半径已经来到200公里了 不过呢 接下来这个发布海警的时间 所以她的暴风圈其实已经来到200公里 那么呢 时间又往前停一点点 最快今天深夜大约11点半的时候 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那么路警发布的时间呢 也可能会是在礼拜二的下午 也就是明天下午的时候就有可能发布 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点就落在礼拜三 礼拜四这两天 那么登陆的时间点呢 可能是来到礼拜四的清晨 提醒观众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她接下来受到这个后方的太平洋高压影响 那么呢 她路径还有不确定性 也许可能在偏北一点点也是有机会的 那么透过美国卫星来看一下她现在的整体结构 有没有看到她的台风也已经逐渐要清晰可见了 而且你看她结构相当的扎实 路径不变的话 很有可能她到时候登陆的点 会在这个台东道和春半岛之间 加上她现在的强度已经是一个中台了 未来接近台湾的时候呢 这个小犬可能会来到中台上线 您看到她带来详尔丰沛的水器 那么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今年两天还有空档 记得做好防台准备了 再来看到各国路径来看到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 究竟会从哪里登陆的呢 您看到现在以日本跟菲律宾这两条线来看的话 其实应该会从台东来登陆 不过美国则是认为 跟台湾的气象署相近 就是认为可能是在这个恒春这个地方来登陆 而像是有些国家 他们则是认为说 也可能会从恒春的外海来做这样一个 巴士海峡掠过的一个状况 不过呢小犬台风它接下来登陆的点 就有赖后方的这个太平洋高压来决定 如果呢高压退的快一点点的话 那么也不排除这条路径 还有可能会再往北修 所以这小犬台风真的是有一点调皮 有路径修改 从这两天来看的话 原本是在这个外海巴士海峡 不过现在越修越北边了 最后来看到是这个影响时序来告诉您 刚刚有提到 因为它的暴风圈已经变大了嘛 那么呢很快在今天深夜的时候 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预计呢在礼拜二 也就是明天晚上11点 它的暴风圈如果路径不变的话 就会够到我们的海警线 而且礼拜三早上8点的时候 暴风圈就会出路了 尤其花东地区 恒春半岛 还有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则要留意 首汤其冲风雨会相当大 礼拜四的时候呢 您看到中午的时候 它的暴风圈笼罩相当的多 包括呢中南部地区 还有呢花东地区 尤其迎风面的东半部 就要留意狂风暴雨之外 西半部的话就算雨不这么大 但是呢西半部风也会蛮强的 来看到一周天气预测来告诉您 接下来的降雨热气又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一周天气 明天开始感受到这个外温环流 尤其刚刚也有提到 因为夹带了一点东北风的关系 迎风面的几种北海岸 宜兰地区雨可开始下 那么花东地区是在礼拜三的时候 会感受到风强宇宙 中南部的话则是东半部台东地区 还有高频地区要开始留意 到时候呢 这个台风逐渐接近的过程当中 风雨会越来越大 礼拜五的时候则是北部跟东北部 宜兰地区观众朋友 还是不能松懈 因为您看到礼拜五的时候 到时候外温环流甩进来 东北季风运用增强了 反而变成迎风面的北部 还有呢东北部地区雨 反而还会持续下 最后我们透过一个影响重点来告诉您 这一回小犬台风的重点是 明天北东就渐渐有feel的哦 那么最快在今天深夜会发海景 明天下午就会发路景了 那么呢估计这中心登陆的位置 路径不变的话 会是在恒春跟台东这个段的区域当中 礼拜三礼拜四影响最明显 花东跟恒春要留意豪雨以上 至于放台风假的话 这是要看各县市政府来决定 请您持续锁定东西新闻 有关小犬台风的最新资讯 再把时间